好好好马上啊 现在好了吗 现在应该可以看到了吗 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了 好我们开始了 那个我们开始进入这个 2022年的第18期的进化论 然后呢本次呢 也是跟四个服务社区再次合作 那么这个课呢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我的 应该是去年其实讲过一版 去年有一版 这个LetterDevOps的CICD的这么一个实战 去年是有一版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 那么今年呢 我认为去年那一版呢 我可能是在 其实效果 其实效果跟今天的效果 可能是差不多的 可能去年那效果 可能还会再好一点点 因为去年那个效果里面 带了那个思科的这个CML 那么本次呢 就没有带它的那个环境了 所以说呢可能效果 可能还会比这次好一点点 但是这个代码呢 写的实在是比较差 所以说呢最近 这个也要给此刻做一期 这个公开课 然后呢 我觉得以前的代码呢 也是有问题的 而且以前的代码呢 效果也不太好 那所以说呢 重新改了一个版 所以说今年呢 再介绍一下这个 重新再录一期 这个LetterDevOps这个东西 那么这是一种新的 怎么说呢 网络配置方式 那么我觉得通过这个东西 其实可能不 不会讲一些 很具体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我们会讲一种新的 这种思维方式 网络配置的 这种新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我们接触的 网络设备的话 可能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console口插 console线 然后配置 或者说呢 给它配改BD值 配个Tel or SSH 我们通过这些来配置 对吧 console口的配置是一种方案 然后呢Tel or SSH 算是一种方案 在高级点呢 可能有些设备呢 有这个 letconf restconf 这也是一种方案 rest API呢 可能也是一种方案 那么当然呢 letconf restconf rest API 基本上呢 就算自动化 这一块了 那个console Tel or SSH 算传统的方案 但是呢 但是呢 今天的这个方案呢 可能会更加高级一些 可能算得上是 网络设备自动化 这一块的一个 比较终极的一种形态 那么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 要了解的就是这种 这种新的这种配置这种方案 这种新的这种配置这种形态 让大家了解一下这种东西 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 let DevOps 就是 DevOps 我应该 大家应该知道 但是DevOps呢 一般来说的主要是跟那些 真正做开发的 做Ninx运维的 他们会 Dev就是开发 然后Office呢 就是运维 对吧 那么那是那是他们那套东西 那么加了一个let呢 就是我们网络这一块的DevOps 啊 就是一般来说DevOps呢 应该是跟普通的开发和普通的运维 他们那一块的东西 let DevOps呢 就是把我们网络这一块也要实现DevOps 那就说呢 我们这块是怎么实现的 我要给大家做一个效果 打一个样啊 让大家能够看看这个道理 我们能不能够实现像他们一样的DevOps 好吧 最终呢 今天呢 主要让大家看看这个最终的形态 这种效果 好吧 好 我们开始啊 嗯 这是我们的这个 拓谱啊 这次 这次的设计呢 跟去年的设计呢 就不太一样了啊 那么去年是这样的 去年我用到了思科的模拟器 啊 思科的模拟器 用思科的模拟器 通过API 用思科的模拟器 动态的打一套环境起来 啊 那个效果肯定会更好一些 但是思科模拟器呢 平时我也不怎么用 然后呢 我买它得得大几百一千块钱 关键不是钱的问题 因为我买来 其实平时我也不怎么用它 啊 所以这次呢 我就没有再去用 就就就就把这个思科模拟器的一块 给取消掉了 啊 就这次呢 就是我直接用这个蓄调化环境 把环境给拉起来了的 啊 就是说 这两套环境是提前就已经有了 啊 就是这个啊 这是 CIA的 CIA呢 就是相当于是测试用的啊 CD呢 就是生产用的 那么这是 我就演示一下 所以说呢 我就两台路无器 那么为两台路无器呢 一会儿配个接口 一会儿配一下OSPF 然后看一下网络 啊 看一下这个邻居有没有起来 看看路由有没有起来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就是一个任务 所以说呢 呃 就是为了测试 就两台路无器啊 呃 测试两台 生产两台 那么这个呢 就是提前就已经有了的啊 啊 网管都做好了的 只是配置呢 还没有做 就是接口的一些配置还没有做 然后 网管接口是配了的啊 但是其他接口还没有做 啊 还有这些路由呢 反正都没有啊 那这是这个环境 呃 这次呢 是提前准备好了的 上次呢 应该是由这个 这个 时刻的模拟器用API的方案 动态拉起来的 那个那个会效果会更帅一些啊 这次呢 就提前准备好了的 那么这次用的这个蓄理机呢 也是时刻比较新的 就是Catalyst的8000V 以前应该我们用的是 CSR1000V啊 现在呢 用的这个Catalyst的8000V啊 但是我 呃 反正这个模拟器 就是不叫模拟器啊 这叫这是它的这个蓄理路由器啊 呃 NFV的这么一个产品 呃 现在我觉得bug还有点多啊 如果说你要 当然我做CM并不重要 但是如果说你要上生产的话 你自己小心点都行 好吧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环境 那两套环境啊 就说 我有一套测试环境 有一套生产环境啊 那么CICD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CICD啊 就是呃 这这应该是源自于开发人员的一种词语 那Ci那叫持续的整 持续的整合 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说 呃 什么叫整合嘛 就是说 你有一版老的代码 现在呢 我有版新的代码 那么我要把这个新的代码呢 整合到老的代码里面去 然后整合进去 我们要整合进去 然后 然后呢 我们当然整合的过程中呢 肯定是需要测试的 对吧 呃 我们要测试一下 这个新版代码 跟老的版代码 有没有什么 存不存在什么问题之类的 OK 呃 我弄一个飞行模式啊 就说 这是持续的整合 就是说老版代码放进来 呃 新版代码放进来 会不会有影响啊 会不会有问题啊 所以说呢 呃 这个地方就是测试环境 就说代码在不断的整合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环境呢 有会不会出现什么故障 那么我们 呃 在这个软件开发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那么有没有bug 对吧 我们网络这块呢 可能就会考虑说 那如果说你敲了一些命令 那会不会造成 以前的一些邻居断了呀 对吧 然后呢 你敲了一些命令 会不会造成一些 呃 路由就被改变了呀 或者有些路由就没有学到了呀 有些路由可能就改变了 它的原始路径呢 对吧 那么这些有没有改变 就是我们网络的测试 就说邻居有没有档啊 路由没有学到啊 路由有没有这个 改变它的这个旋路啊 对吧 那么可能我们认为这个 这是我们算是bug 对吧 那么当然呢 这个软件的就是这种崩溃的这种bug 那么 所以这是一个测试环境 在这个测试环境下面呢 我们会把新版的代码打进去 然后呢 我们要做测试来看看这个 有没有对传统的这个 以前的那个环境 有没有什么影响 CD呢 那就持续的交付 那就是说呢 那么我们如果测了啊 CI也没有问题了 整合没有问题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CD 然后呢 我们就持续的交付 那么我们就把我们测试完了的 我们觉得没有问题的 我们的管理员也审批通过的这个代码呢 打到生产环境下面 这叫做CD OK 一般来说的 我们所谓的DevOps 就是CI CD 持续的整合 持续的这个交付 那么CI呢 基本上就算是测试 然后呢 CD呢 就算生产 那么我现在有两套环境 有两个NSO的控制器 一会儿我们会介绍这个NSO的控制器 然后呢 这是一套测试环境的 这是一套生产环境的 我这个呢 就是拿这个 这个Catalyst 8000 然后呢 来做的这么一个环境 两个环境呢 准备好了的啊 以前是拿这个 模拟器来东台拉 那这次呢 直接就先准备好了 好吧 嗯 这是CICD 我也给他说一下 然后呢 这个是表示呢 我的这个项目里面 就有两个这个 两个分支 你看这个地方 有两个分支 一个是CI分支 一个是CD分支 当然呢 你看一下这个代码 这就是我的这个 最终要运行的这个代码 就有两个分支 一个是这个CD分支 一个是CI分支 那么CI呢 是测试 CD呢 是这个生产环境的 好吧 那么先给大家了解一下 有两套环境 有两套代码 有两个分支 好吧 好 那现在呢 我环境简单说了一下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 Let's DevOps 那么这是司科给出来的 Let's DevOps 一个介绍啊 包含什么呢 配置管理 就说呢 那你要去 打一板新的配置 就是不能叫说刷配置了 就是现在完全是代码形式的 就是像以前我们是那种 就是刷一些配置 现在不能叫这么说了 现在叫做打一板新的配置 基本上就是说 那你的配置就这样 其实也比较简单啊 这是我自己组织的数据 数据结构啊 比如说接口啊 对吧 防徽口啊 然后呢 路由 OSPF 然后RosaID 等等等等 然后呢 整个整个这个东西呢 由我们的这个GIT 那就是GIT来做版本控制 就整个用GIT来做版本控制 就说我们完全是码代码 就是根本 你可以认为你根本不用接触网络设备 甚至你了不了解网络设备可能也不是很重要 反正呢 你把你代码做好 然后呢 用GIT呢 来做版本控制 那而且呢 这个GIT版本控制的话 会让这个管理员很容易看到 那么这一板配置跟上一板配置的区别 然后呢 后面呢 也能够很清楚看到 由于这个配置的变化 那照上的网络上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本次呢 我们用了GIT来做版本控制 然后呢 我们用斯科的NSO 斯科的这个网络服务编排 这么一个控制器 网络服务编排 你要知道这个K8S就是容器的编排 对吧 那么这叫网络服务编排 那么这是斯科出的一个控制器 NSO 当然呢 DNAC呢 如果用DNAC的话 那就DNAC全管了 DNAC全部管了 我们这个呢 是用代码来管 用GIT来管代码 然后呢 用它呢 来把我们的代码来实现 Ansible当然也是可以来帮我们做这个配置管理的 但本次实验 本次我们不用Ansible 其实平时 就算我讲Python课里面呢 基本上现在Ansible要讲 但是我认为 我讲Launer可能会讲的更多一些 那么本次呢 会用到GIT和这个NSO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协同 就说我们要改版本 那么这个时候远程办公 我们需要彼此的协同 我们需要沟通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WebEx 今天我们用的就是斯科的WebEx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随时的开会 我们随时可以分享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设计 那这是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的设计和协同 就是WebEx这一块 第三个呢 就是模拟环境 那么模拟环境呢 当然我们最好是 斯科这个东西都不叫模拟器 斯科现在他出的CML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 就是你要了解 就是模拟器 就是模拟器里面的那些东西 不是真的 没有办法用于生产 可以理解吗 那叫模拟器 那么我觉得华为的Ensp 肯定叫模拟器 那基本上跟假的也没有什么区别 但斯科这个玩儿呢 CML这块呢 就是他的模拟器 以前的VIRL 然后呢 现在的CML 基本上不能叫做模拟器了 它其实里面跑的都是NFA的版本 那些序理化的版本 那是对外销售的版本 那你是可以直接用的 那东西可以直接用于生产的 像我们像这个像AWS 你要搞台路由器的话 要搞台斯科路由器的话 可能你就会选择这个 CESAR1000V啊 或者现在的Catalyst8000V啊 等等等等的 所以那玩是个真设备 你是真的可以用的 然后呢 它这些模拟器 它这个CML这个东西呢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模拟器来学习用 也可以呢 真正的在生产当中用 然后呢 但是一般情况呢 用于生产可能用的 你没有这个必要啊 那么很有可能呢 我们用来测试 总是可以的吧 对吧 这是它可以拉一个环境来帮你做测试 上一版的话 2021版的话 那我真的就是用这个API 把这个环境给 测试环境给拉起来 动态的拉起来 而且这个环境呢 也是代码 然后呢 我们只要把代码稍微调一调 一打上去 然后新的环境就出来了 但这次呢 我就没有用它的了 这个我 我这个自己就提前准备好了 当然呢 那个动态拉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但是呢 它那个每年都要几百块钱 我也没必要 因为平时也用不上 就讲这个课 我就没有必要了啊 那么这是一个 这个 用于拉测试环境的这么一个 这个实验的一个东西啊 好 然后呢 你拉起来之后呢 然后你把版本打上去之后呢 我刚才说了 那么这个我们网络也存在bug 那就也就意味着 万一你打上一版 那网断了怎么办 然后邻居断了怎么办 然后路由丢了怎么办 然后路由不优了怎么办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测试 那这个就是PYATS 如果你关注我的话 去年算是我讲了PYATS 讲最多的一点 我记得我去年讲PYATS 应该讲了三版 然后呢 你可以关注一下去年最后一版 PYATS 基本上我把我这些了解的东西 基本上都在那一版里面给大家介绍了 好 那么也就说本次呢 就会用到这个GIT 用到NSO 然后做配置管理 那WebEx呢 WebEx就就没有用的了 我就自己设计的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实验环境呢 我是提前准备好了的 还用这个 这个 VANWELL的这个环境下面 直接把这个OVA 这个Catalyst8000的OVA 直接给部署了 就没有动态拉了 当然是可以动态拉的 如果你赶进去可以看一下2021版的 那个那个环境的动态拉的 然后呢 然后把环境拉起来之后呢 我们把配置打上去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用PYATS来做测试 来确认一下这个 整个配置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整个CI就结束 然后我们就可以CD发到这个生产环境 生产环境呢 其实也再走一遍 然后呢 我们还是要再测试一下 再测试一下 确认一下 生产环境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图来走的 那么这个图呢 我记得也是在网上找到了一个 好像是一个日本哥们 整个的设计 当初呢 是我按照这个思想来设计的 2021版是这个设计 那么本版呢 跟那一版呢 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这个CML 就是它这个模拟器 没有了 整个代码呢 被托管到了这个GitLab上 这个GitLab上 我这个GitLab 整个呢 被托管了到了这个GitLab上 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放到这个上面了 然后呢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这儿就改各种各样的配置 我们可以改这个NSO的代码 也就是说呢 改了NSO代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新的这些配置给推上去 就是相当于这些代码我改了 就可以修改我们的配置 然后呢 也可以改PYATS的测试文件 就是说呢 我们希望什么样的一个测试结果 那就是我们邻居要起来的一些路由 那么这个呢 在这儿啊 这个这个是提前有的 就是要要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输出结果啊 这个命令的输出结果啊 比如说要学到什么样的路由 然后呢 要看到什么样的邻居 然后呢 当然了 它给你解析成为这种Json的这种版本 就说呢 我们会按照这种方案呢 来去测试看看 我们这些路由有没有 我们的邻居有没有 那比如说呢 这是我们的PYATS文件啊 然后呢 这上面是NSO的一些文件 NSO的文件 就说对网络进行修改的 那这是测试文件 CML文件呢 本次是没有的 那就说呢 那些CML的这些实验环境的这个文件 你可以通过这个文件 打给这个CML的服务器 它可以把环境给拉起来 那么2021版的是有这个东西的啊 这是这一版的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我们只要推给GitLab GitLab呢 第一个任务呢 其实就是可以去 去找这个CML 然后把环境给拉起来 把环境拉起来之后呢 然后呢 它可以去找这个NSO的控制器 然后呢 用NSO的控制器呢 把这个配置打到这个实验环境里面去 打到这个实验环境去之后呢 再用PYATS呢 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去看看测试有没有问题 测一下就是有没有bug 就是有没有配完之后网挂了呀 邻居没了呀 这些悲碎的事情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GitLab上面 然后呢去让管理员去审批我们的代码 看有没有问题 一会儿我们会耍一下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 把它 如果没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就给它发布到这个 这个生产环境里面去 基本上就这个套路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斯科的NSO NSO呢 我记得我应该也是在 斯科服务社区 应该是 去年还是前年 我想不起来了啊 应该做过一版 啊 NSO 应该说 你会发现我的进化论是不断的在进步的 你会发现 有些人说 你讲了一遍PYATS就行了 不行 去年好像 我讲了三版 就是总觉得那一版不太好 那就不断的在改变 那么同样 NetDevOps 其实我也讲了 你也去年一版 今年一版 NSO呢 其实 应该说是去年也讲过前年吧 可能是 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就讲过一版 这东西呢 其实呢 最开始呢 我了解的是 斯科搞的一个开源的控制器 开源的控制器 然后我发现 其实现在也是不给钱的 但是呢 有哥们啊 有一个海外的哥们说 他们公司买了是收钱的 这个说实在的 我也搞不懂 到底这个东西是收钱不收钱的 反正一直以来 我用它从来也没有 也不觉得需要什么授权啊 也 我感觉就是开源的东西 好吧 而我认为是开源的东西 但是确实有哥们说 他们公司买了这个收费的 那这个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因为我也不卖一个东西 那我来介绍一下 反正我就说 这个是斯科的开源控制器 好吧 叫做斯科的网络服务编排 那你看看啊 K8S就是容器编排 那么这玩意儿就是网络服务编排 它这个服务呢 比较宽泛 那么服务呢 可以 服务呢 你可以认为就是一系列的 斯科的这些配置 比如说 DNA拼服务 这可能就算是一个服务 就是我给你客户 接入DNVPN 整个VPN 全部的一套 你可以认为这就算是一套服务 明白吗 那这套服务呢 可能会要在很多设备上面去配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NSO呢 就能够帮你做服务编排 就是说呢 哪些设备在配什么东西 哪些设备配什么东西 它就起这个作用的 网络服务编排 那你可以认为它是控制器 这个服务呢 也能够自己做一些自定义 这是OK的 这是一个 我们认为叫控制 其实也就算这个控制器了 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支持多厂商 这个确实是它的一个优点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后面呢 你可以去下载它的各种的NED 叫做网络 这个组件的驱动 那当然有10科的 其实可以支持很多厂商的 就说呢 这个玩意儿呢 你可以通过NED 能够支持多种协议 能够支持多个厂商 可以见吗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能够你看 支持10科和其他的很多厂商 但是今天我们主要是做10科的 就是能够支持多厂商的一个控制器 能够帮你实现网络服务编排 好 这都不是最牛逼的啊 它我认为它最牛逼的地方在于呢 利用样数据模型提供了单一的API 这是个啥意思呢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相当于你看 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一个title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是一个桥 NSO是一个桥梁 那么它连接软件开发和网络服务 好 再看下面这句话 下面这句话呢 叫NSO让我们能够用 更新软件一样的速度 来设计改善 重新包装我们的网络服务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简单给解释一下啊 就是NSO的蓝项接口 通过NED 通过各种协议 联系各种产品 各种网络设备 首先啊 可能是时刻的 可能对其他厂商的网络设备 就是用大部分的用命令行 用SSH 其实也可以用NED 它还可以用SNMP 就说呢 可以支持多厂商 可以支持多协议 跟他们联系 但是呢 你要知道 网络特别讨厌的地方在于呢 就是每一个厂商 它的这个命令格式 它不一样 对吧 连斯科自己 它的产品之间 它的命令格式 其实它也都不一样 那么它的好处在于什么呢 就是它能够在NSO这个地方 给你做一个转换 给你做成一个统一的数据模型 和统一的单一的API 就说呢 它那个模型 就是配接口 那么每个厂商 可能配接口不一样 跟斯科每个设备配接口 可能不一样 那么它基本上能够实现 给你对外 你通过它的控制器 给你提供一个统一的数据结构 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的 那你可以命令不一样 你可以认为就是数据结构不一样 对吧 那数据结构 这是网络最麻烦的地方 造成了 造成了我们 为什么觉得网络就是 特别混乱 网络之中化就特别难做 其实就是因为网络就特别乱 命令行就特别乱 乱七八糟的 每一个厂商都不一样 奇奇怪怪的 也就是说呢 它们的结构也不一样 它的好处在于呢 就通过这个样的数据模型 就是给一个接口建模 那比如说接口建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接口 是不是应该配个IbD 配个研码 配个什么全装工 慢装工 配个速度 大概不就这些吗 你不管你的那些 每个厂商你是怎么配的 这个重要吗 不重要 但是你这个接口 不就这些东西吗 难道你还有什么 其他花的东西吗 没有对吧 当然呢 你有特殊的可以自定义Service 对啊 你如果有特殊的 可以自己定义你自己的Service 那我们就没辙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接口应该是 就都差不多吧 对吧 OSPF难道你还有什么特殊的吗 OSPF难道还有什么花样吗 对吧 OSPF不就那些东西吗 那好 那么我们OSPF不就是什么RoseID 什么Network 反正不就这些吗 对吧 那我就给你统一用样 给你建一个模型 给你提供一个对对上面 对上面给你提供一个统一的API 统一的一个数据结构 这样的话 开发人员就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数据结构 来开发整个的这个网络 叫开发网络 现在我就用开发网络了 来开发整个网络 好吧 然后呢 他通过这个统一的数据结构 打造NSO NSO呢 再用NED去通过各种协议 来和各种网络设备进行通讯 然后呢 他会帮你做一个转换 他会把那个 你上面的统一的数据结构 转换到一个具体产品的具体的命令 然后实际的把命令给打上去 理解意思吗 这是他的可贵之处 好吧 就说 各个厂商反正协议不一样 命令也不一样 但是不重要 那么接口就那几个东西 是吧 那么我们把数据结构给 比如说 你看啊 比如说他这个数据结构 其实我这个数据结构 基本上就直接抠出来了 你看 就接口 接口应该有名字 当然你可以有记的 你也可以有还回口的 是吧 接口有 接口挤 对吧 然后呢 有一个什么这个自动协商啊 这些东西 对吧 有IP地址 IP地址有主IP地址 可能你也有第二IP地址 然后接口可能有网络类型 OSPF网络类型 然后呢 路由 Router 那么有OSPF 当然其实也有其他的 有这个 Router 这个进程ID 然后呢 有RouterID 然后呢 有Network 你不觉得其实每个厂商 不就这些破事吗 虽然说 有些厂商转起来 转了一个奇奇怪怪的 一些命令 但是那东西不就是这么个意思吗 对吧 所以有些人老是说 到底应该学诗科啊 的网络 还是应该学其他的 不就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吗 对吧 对吧 理论是一样的 那不就都这几个命令吗 对吧 都这几个命令吗 OK 所以说这不重要 学哪个厂商 其实也不重要 对吧 那最重要的是 你哪个 哪方面有好老师啊 有好环境的 这个可能重要一些 学哪个不重要 不是都这些破啊 不破事吗 对吧 那他就统一的把这个数据结构给设计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在这把数据结构弄好了之后 然后呢 你就开发 自己就 每个设备 你就这么开发 对吧 你开发 开发完了之后呢 那 那实际的时候 你在这你看 你填相应的NED 你可能有其他厂商的NED 那你就换成其他厂商的NED 然后呢 你的数据呢 就始终这么码 就始终是这个数据结构 好吧 然后呢 你去打配置给NSO的时候呢 NSO呢 给你转换成为他们的命令 然后用相应的NED 照着这些东西 把命令给打了 哎 这是他牛逼的地方 好吧 这是他的重点 其实以前我好像没有get到他的一个重点 这个 这个是他的一个重点 然后呢 他能够有一个数据库 能够实施的 在这一个问题 就是他能够实施的同步配置 就是敲了配置 能够同步配置 这是以前的 以前的那些自动化 一个痛点吧 我认为也算是一个痛点 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实时的了解 及时的了解 这个网络的一个实际的状况 就是我们配完了 就是配之前 这玩意 它本来是怎么个情况 就是我们要修改一些配置 但也许不需要修改呢 也许本来就是配完了呢 对吧 也许就配完了 但我们为什么要还要配呢 这是一个问题 对吧 然后配完了之后 那么到底配好了之后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以前就是 你要知道 经常有些人说 Python自动化 就是Python刷配置 其实我现在都觉得 那个刷配置这个东西 太low了 就是已经是一种 很低端的那种 很入门级别的一种设计 现在呢 不玩这种刷配置 现在就是这种 基于这种数据模型 我给你讲 刷配置跟这种 有什么样的区别 一会儿我们给你介绍 刷配置的问题 问题在于 首先你不知道 刷之前什么情况 其实你也不知道 刷之后什么情况 OK 你刷之前 刷之后 而且还有一点 你要知道 刷配置 往往往里面 就新建配置 没有问题 但你减配置可很困难 就是说 你增加配置 刷子就没有问题 但是你减配置 可费劲了 你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要清除掉 一个网络设备的配置 你要减配置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些 加按没问题 减有点困难 还有一个 你几把这颗子 咔咔刷 万一突然有一个设备挂了 它没有成功 那么那怎么办 那可能你不知道 哪些成功了 哪些不成功 这都问题 它这个东西 一会我们可以看到的优点 它就能够解决这几个痛点 但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有NSO这个东西之后 就完全能够把 就是开发跟网络 就给你解偶了 你可以认为就是解偶了 就是以前我们要玩网络 就一定要了解这些网络东西 现在就是解偶了 你没有必要去了解 每一个设备是怎么回事 你只需要了解 NSO的这个数据格式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你没有必要了解 这个其他厂商是怎么配的 思科这个产品怎么配的 你就没有必要 你只需要了解 NSO的这个数据结构是怎么样的 你按照它的数据结构 那然后呢你做开发 你打开NSO NSO自动帮你去各种厂商 转换 帮你配 帮你确认 这都没问题 这是它的一个重点 它的一个组件 就是一个叫服务管理的 就是对上面 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接口 一个数据建模的一个固定模式的 这么一个程序的接口 然后呢对你而言呢 其实说你配各种设备 你的数据结构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有一个高可用性的 快速的数据库 来备份你的这些配置 备份你这些数据结构 它主要是主要是你这种数据结构 然后NED就可以联系各种各种协议 各种厂商 然后呢 做一个你看这个地方是要逻辑的映射 有时候呢把这种数据结构通过这个NED 然后做一个转换 做一个快速的映射 然后转换到相应的命令 然后呢去跟网络设备进行配置 OK 而它这个好处还有好处就在支持多厂商 然后能够支持一些比较老旧的产品 老旧的产品 注意啊 因为以前我们要说 NED抗扶这些东西的话 那一定是新产品 老设备那怎么可能支持得了呢 对吧 但它这个就不重要了 它这就无所谓了 它可以支持一些老旧的设备 只要是斯科的传统的命令行的东西 支持的那种传统iOS的 也应该都是可以的 老旧的一些设备 支持各种设备 而且支持各种协议 这应该 然后呢 它这统一的 有它自己的数据结构 有它自己的数据库 然后实际配的时候 它会跟人做一个转换 那这个这个事项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 好 你看 它就能够帮你实现一种 开发人员 有开发人员的数据结构 你反正按照它的数据结构 你用拿代码就就完事 然后呢 它会帮你通过这个数据结构 然后通过它的配置模板 对吧 你数据结构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每个产品呢 它的配置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呢 就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把它转换成为具体的这个命令 一般来说是命令 一般来说是SSH 但是其实也支持其他的 但一般是SSH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这些命令呢 打到这个 打到这个网络设备上面去 OK 基本上就是这种 这种一个设计 好 我来说一下它的特点 就是首先 多厂商统一样数据结构 统一API 就是结构一样了 就是你不用去了解 每个产品是什么跟命令 你不用管 你把NSO的这个数据结构 大概了解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说 当然你说 那接口是统一 没问题 OSPF统一 没问题 BCP统一 没问题 但是有些 有些其他东西 可能就统一不好 那没问题 那你可以自己去设计的样 你可以自己去设计 它可以自己创建的 我记得我第一版讲NSO的时候就讲过这玩意 还可以自己去写一个样 自己设计一套东西出来 也都是OK的 这个比较牛逼 就是原子操作 原子操作就是刚才我说过一个问题 就说你好几个设备你配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了烂尾 什么叫烂尾呢 就是说你五个设备把他们说少点 你五个设备 你三个配了两个没配 因为其中你配第四个的事崩了 崩了程序没有进行下去 然后第四个没配 第五个也没配 就会造成烂尾 那这个时候就很尴尬 一般来说我们就希望说 这个配置要么五个全部都成功 你要么五个全部都不做 就说你简单说要么就全部成功 要么就没做 我们需要就是回滚 你就是帮我回滚回去 你就别做了 好吧 这它是能帮你实现的 就说要么就全部成功 要么就全部失败 就全部没做 它能帮你做到这个效果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 以前之龙画脚本很难实现这个东西 说实在的 能够实现这个原子操作这种东西 其实也有一个词 经常我讲的叫做基础架构基代码 说实在的今天呢 也就算是基础架构基代码的 一种再一次的实战 只是说呢 你要知道啊 我一直在推崇AWS那种云端的那种 那种高级自动化 那种基础架构基代码 但是为什么呢 我来说一下 为什么我认为 这个云端做基础架构基代码 是没有问题的 我说传统网络没戏 传统网络就没戏 为啥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云端像AWS AWS已经把所有的 它的这些资源给统一了 成为它的统一的这种数据结构 那这样的话 AWS用它的统一的数据结构 然后呢 能够管理它的所有的资源 它对它的整个数据中心 做基础架构基代码的操作 是没有问题的 网络的痛点就在于 你很难实现这种效果 就是因为网络特别乱 命令特别乱 协议特别乱 啥啥啥都挺乱的 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 那既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我们怎么可能 对所有的整个网络的这些设备 来实现一个基础架构基代码的操作呢 它以前就实现不了 但NSO呢 就解决了这个痛点 在这样 它就解决了这个痛点 它就说呢 能够把这个 不要再跟具体的设备进行 去沟通了 我反正我们用NED帮你来做转换 这个转换你就不用管 我们厂商给你提供了 帮你做自动转换 你只需要按照它的数据结构 统一的数据结构 把数据结构码好 那这个时候呢 此一打的时候 它会帮你做个转换 有了这招之后 网络设备实现这个 基础架构基代码 就成为了一种可能 你见吗 以前它就不可能 因为它乱七八糟 怎么可能做 做不了 但是现在就可能实现了 它解决了网络这一块 没有办法有效实现 基础架构基代码的一个痛点 重要的痛点 然后呢 帮你自动 自动同步配置 备份配置 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你没有必要直接去接触 网络设备 你来了解它的状况 你直接就 在NSO这边去看 就是它的最新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也不用去了解 你也不用去看它的具体的命令 你只需要去看它的这边的数据结构 你只需要去了解这个数据结构就可以了 你没有必要去真的跟网络设备进行通讯啊 去了解它的命令 你也不必去看 可能这个厂商也不太一样 你也不用关心 反正你把这一块 你看明白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一些优势 好 这是其中的一个 就是我们来讲的这个NSO 我们的NSO NSO算是我们的控制器 这是一个重点 好吧 还有一个呢 当我们聊了 就是它的斯科的CML 这次实验真的没有用 就说呢 可以通过NFV的技术 轻松来构建测试和学习环境 你可以认为斯科的模拟器 但是其实呢 它里面呢 也没有什么是模拟的 当然了 IOSV这些算是模拟的 但现在基本上 我也不怎么用什么IOSV这些东西了 基本上呢 我又用这个CSR1000V 然后Catalyst8000V ASAV FirePowerV 对吧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NFV的 这种叙利化的 但注意这是产品的 并不是一个这个 用于做实验的东西 它这个好处在于是呢 就是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 2021版的 因为我 我当时是有这个玩意 有授权 这个授权现在已经过期了 前几天过期的 我觉得是6月17号过期的 因为去年好像也是6月份 来讲的这个东西 一年之后我再讲 这个授权正好过期了 它是全API的 就说呢 你可以通过API自动化的 把它的整个TOP拉起来 不仅能把TOP拉起来 而且每一个设备的配置 也都可以自动帮你刷上去 全自动拉配置 全自动做配置 全自动拉环境 全自动做配置 都是没问题的 有的时候它的好处在于呢 就是说 测试嘛 就是测试环境 就我这个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测试环境 必须一直在 随时准备着 可能我们要打一把新的配置 这个随时准备着 随时开机 随时准备着这个来做测试 但你知道这个浪费资源的 万一这个资源还挺大 那你天天开着 为了为了 因为这个网络的调整 可能不如天天有吧 可能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一个月 两个月 会改版我们的网络配置 那么你把这个测试环境 就一直这么开着 可能就不太合适吧 对吧 所以说呢 它这个好处在于呢 就平时呢 就没有测试环境 不需要 那么当你需要 测试的时候 然后按照这个生长环境 一比一拉一个起来 一比一拉一个测试环境起来 然后呢 这个测试环境下面呢 你把拉起来之后呢 把配置打上去 然后做测试 测试完了之后 你把它干掉 就销毁掉 不要不要不要了 下一次你要用的时候再拉 这个 这个就比较实用 当然我们这次呢 就不限拉了 我就一直都有 好吧 当然这个肯定没有 它这个限拉的效果好 好吧 好 那看一下 这是我给解释一下 就是 我去年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当年看了那个 Devlet CCNA的一本书 这本书里面的 这应该是那本书里面 给我的启发 我基本上也是 按照它的启发 然后呢 找了一个哥们的这个文章 然后它的设计 然后我做了一版 这是去年的原因 这是那本 Devlet CCNA 那本书里面的一段原文 它在这儿给你 讲解了整个 Devlet CCNA CID的这个 Pipeline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过程 基本上我今天呢 也是按照这个过程来给大家 来实现的 第一个呢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 拓扑文件 但今天没有拓扑文件了 我拓扑是这个 模拟环境是做好的 自动化的脚本 和这些配置文件 这些Ansible脚本 一起存储在版本控制里面 比如说这就在这儿 全部都有啊 包含了这个 所有的脚本 然后呢 这是 这所有的脚本 然后呢 所有的配置数据 这是所有的配置数据 然后呢 还有PYTS的所有的快照 我都放到了这个 GIT里面 然后呢 一起来存储 一起做版本控制 就是可以 一会儿我们 做了任何的修改 可以推版本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一旦我们对这个东西 做了任何的修改 一会儿我们会感受一下 如果说 比如说我们 配一个环卫口啊 比如说我们 开始配一个环卫口 那做了任何的修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只需要 把版本推上去 然后就会触发 一个自动化的流程 然后呢 这个自动化流程呢 当然它会提前 把我们去拉起来 测试环境 那我们本次就没有 拉起来测试环境 这个过程了啊 好 拉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配置 应用到这个测试环境 然后呢 通过我们的PYETS呢 来判断到底是测试通过 还是测试没有通过 啊 来做一个测试 如果测试没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 打到这个生产环境上面去 就是整个的过程 啊 今天的基本上 也就是没有拉这个测试环境 这个过程 其他其实都有的 好吧 好 PYETS呢 我建议大家看看 我去年的最后一把 因为那个是专门讲PYETS 讲的比较细一些 它是思科专门来做测试 专门来做测试 就是思科从2014年就开始来做 一直在他们内部用 来做自动化测试的 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 特别适合于思科的环境 啊 思科的各种设备 用它来做测试 都非常棒 啊 它的主要任务就在 我简单给解释 它干嘛用的 就是你的 你的网络 特别是像那种核心的网络设备 那邻居有很多 路由也有很多 路由可能很多到有几万 十几万这么一条路由 对吧 那么这么多路由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指望用肉眼 人工去判断 那么这版打上去 有没有什么影响 是很困难的 对吧 那这网络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你要去人去看说 这一版打上去之后 有没有什么变化 人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这个东西基本上就能够帮你 把打之前的资源记下来 然后呢 把打之后的资源记下来 然后呢 自动帮你做比较 然后快速给你出报告 然后告诉你哪哪有问题啊 这个帮你 给你及时的显示出来 一会儿呢 我也用它来帮你做一个测试 好吧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么这个呢 我就不多说了 它就 它的任务就帮你来做测试的 这个看看去年的内气进化轮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环境啊 我们的环境 那最终是这样的 这是我 我来解释一下 这是我最终的快照 这是我的快照 我的保留的快照 其实比较简单啊 就是这个这两个快照 在两台路线上 修路由 修邻居 我就做两个 一个是修IP 修IPRoot OSPF R1 大概应该看这个结果 当然了 它解析之后是这个结果 当然了 这是人看的 这是它机器用的 解析的结果 OK 看一下这个我们 我们这个最终啊 现在呢 当然除了网管以外 这个接口没有配 这个黄维口也没有配 然后路由也没有做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CI环境 应该是没有 G2是管理口 G1呢 是我们即将要配的这个接口 G1是即将要配的这个接口 黄维口也是没有的 然后呢 Roacher呢 也是没有的 当然路 邻居这些当然就不存在了 这个现在肯定是没有的 好 CD环境呢 现在也没有 这CD的A1 也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也就是说呢 我系的一板快照 就是说我这一板 我这一板快照 那就是说 那我部署上去之后呢 要跟这一板快照进行一个比较 是吧 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 那么这板快照呢 就是这配完了之后呢 我们的邻居是建立了的 然后呢 这个路由呢 也是阿姨这边也学到了2的路由 那就说呢 这一板快照 我们记录了一个结果 一会儿呢 我们就会去比较这个结果 当然这个这板快照呢 都可以更新 就说理想 现在版本更新了 然后呢 我们也想更新新一板快照 这个没问题 每次我都会把快照备份出来 你想更新的话 直接把代码改一下 就OK 那么至少我这次备份的这个快照 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这个快照 备份的就是这个情况 好吧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简单来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首先呢 GitLab呢 有三个runner 我来说一下runner啊 就是这个GitLab 就 现在基本上做自动化 我用这个GitLab来做 虽然说你看这个官方的这个 不能叫官方吧 就是说 Devlessed Engrable书里面 他爱用的是这个 Jakins和Ansible Jakins和Ansible 他们来做一些自动化 但是现在我基本上不用了 我现在用的最最溜的 我觉得最好用的就是GitLab 就算是最快的 GitLab呢 就是说在这托管代码 所有的代码呢 其实我也都托管到这个地方了 所有的代码 这个实验环境呢 我的Python学员是可以来做实验的 就是说你可以感兴趣呢 这代码你也可以有 然后呢 你也可以到我这来做实验 现在这套环境 还有前段时间我做的那个 做的那个自动化 Devlessed的那个环境 都是可以用的 前段时间我的 我的Python经常发的一个自动化环境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注意 这有一个CI CD 这两个版本 一个是测试环境 一个生产环境 下面两个没有用 这个Runner 就是说 那么我们要做自动化 那么需要一个人来做 需要一个软件来帮我们来实现 那这就是这个Runner Runner 这个Runner呢 一共有三个Runner 给大家看看 我这Runner呢 注册了三个 两个 两个在控制器上面 CI的控制器和CD控制器 一个是在这个GitLab上面 有三个控制器 这三个控制器是干嘛呀呢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看下这个图 就说一个Runner在GitLab上面 一个Runner在GitLab上面 然后呢它可以通过RestConf呢 来对这两个设备进行配置 这是一个Runner的作用 还有两个呢 分别在这个上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的GitLab呢 没有办法直接访问这两个设备 确实是没有办法直接访问 因为这两个 因为我要模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呢 它们的网段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所以说呢 这个外面呢防不了 所以呢我在这两个控制器上呢 又装了两个Runner 这两个Runner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用PYETS呢 登陆到这两个设备上去做测试 去做那个PYETS的测试 所以说呢 其实会有三个Runner 在这个里面啊 好这个 我把这个环境啊 稍微介绍一下 这就是说 这有三个Runner 看到了 看到了 好 然后呢 还有做变量 这个也是一些 这一次的一些新设计 有变量 那么因为呢 你的这个CI环境 你的测试环境 和你的生产环境 有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么特别是 我们来看看这个 最简单的 就是 你要把一板的配置 打到这个测试 那么你的NSO是这个例子 是一个域名 我做了DNS解析的 然后呢 你要把这一板 打到这个生产环境 那么是10.1.1.2 是另外一个域名 所以呢 这两个NSO 首先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生产和测试 它肯定不一样的 以前呢 我就用的比较笨的办法 这次呢 又用了一个比较巧的办法 就是说呢 在这儿呢 做了变量 它会给这个系统 设置环境变量 设置两个环境变量 然后呢 你进到里面去 提取相应的环境变量 就能提取不同的这个值 这个测试重新设计过 就是做了不同的变量 但是用户名密码是一样的 而且这也更安全一些 让开发者呢 开发者可以提取环境变量 提取这些用户名和密码 但开发者呢 也不知道用户名和密码是什么 这也起到了一些安全性的作用 这个变量的好处在于说 那么开发者呢 就没有必要知道用户名密码 反正呢 你提取这个环境变量 那么就自然能够得到运行的时候 你在那个系统里面 运行的时候 你提取环境变量 你就能得到这些值 然后我就能帮你运行了 至于是什么 你就别管了 然后呢 在你运行的时候 你这个分支呢 就能提取到你这个分支的这个控制器的域名 那么就OK了 那代码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你的环境不一样 你的环境变量的值级就不一样 这个就有这个好处 这是一个 这也是本次的一个重要的升级 跟上一次给改进了很多的细节 好 还有一点呢 GitLab这个玩意儿呢 你这个玩意儿 它一定是保护的 所以呢 你一定要去设置这个保护分支 你如果不是保护分支的话 根本就提取不了这些值 所以说呢 其实是在这儿 就是这儿 我给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保护分支 你要把这两个东西 放到这个保护分支里面来 就可以提取这个变量 或者你提取不了 好 看一下这个代码 其实也就是说 把代码码好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 当你每一次运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提取环境变量 这样的话 你的用户密码就有了 每一次运行的时候呢 你就提取这个环境变量 那你的NSO的这个URL呢 你就有了 每一个分支呢 这个值都不一样 OK 那这样的话 你用户密码也有了 你的NSO的运名也有了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进配置了 这是这个作用 这是一个 好 当然了 在这个之前 我用了 我要去做测试 我需要用这个 这个 这个 Fox API 来做测试 那这是我提前都准备好了的 测过了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首先 第一个要做一个认证组 把它给解析认证组 要做一个认证组 这个 这就很简单 就是说 你要在控制器上添加一个一个设备 然后这个设备呢 这个设备呢 肯定是需要 要登陆到这个设备上去需要账号 那这个账号呢 其实你就在这个认证组里面做 首先呢 你需要去创建相应的这个认证组 创建相应的这个认证组 OK 认证组 需要在NSO上 先创建认证组 创建完认证组之后呢 你就开始 这几个步骤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先创建这个认证组 然后呢 紧接着呢 你就开始创建设备 你就需要去创建每一个网络设备 大概它的什么名字 它什么IP地址 它哪个认证组 认证组里面有用户密码 它有哪根NED呀 利用什么协议来访问它呀 这个第二个呢 我们要在控制器里面创建每一个设备 这些我都测过 怎么去新建这些没问题 然后呢 你同步完了之后呢 紧接着 你创建设备之后呢 你肯定要同步设备 有时候呢 要把这个设备的这些信息拉过来 要了解一下这些设备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这是一个 好 然后紧接着呢 就是要 我们今天就两个任务 一个是配接口 我们要去配 相应的这些接口 配接口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去配这个OSPF相应的东西 把OSPF的东西也给它推过去 基本上 这些要 即将要用到的东西 我们都测试过了 而且你看一下 你可以通过这个 直接去获取 某一个设备的完整配置 当然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它的完整配置 这个配置明显就不是show run 这明显就是由JSON 当然了 你可以让它显示 那种XML格式也没有问题 你可以让它显示 JSON格式也没有问题 但我选用JSON格式 所以说呢 这其实就是它的在 这一个 这某一个设备 在NSO上的一个完整的配置 OK 那这个的好处在于是呢 你可以把任何一个部分给它抠出来 然后呢 你去给它做 推过去就做真相应的配置 你看这明显就是 OSPF部分 roaster 这是roaster部分 对吧 然后呢 你应该可以看到接口部分 这应该就是接口部分 这应该就是相应的接口部分 OK 你就可以去对 对这些设备呢 做相应的一些配置 都是OK的 好吧 好 那就是说 你先得做一些测试 好 然后呢 紧接着呢 这个文件 我给大家了解一下 未来 如果说你没有机会 看看我这个配置的话 这儿呢 就是整个的 设备的配置信息在这儿 它的名字 它的IP地址 它的一个认证组 SA登录 哪个NED 然后它的接口 它的OSPF 的配置 都在这儿 当然你可以把设备分开放 也可以写在一起 我这个比较简单 我这个写在一起的 每一个设备的数据都在这儿 你只需要去 比如说你要去 新建Network 那你就新建Network 对吧 然后呢 你要去配新的这个黄域口 那就配新的黄域口呗 对吧 就就就就这么简单 OK 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打一把新的配置上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啊 我们可以来一个 黄域口叫122吧 然后Network的时候 这样啊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就跟以前的快照眼不一样 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区别好吧 这样的话我们改一下新的这个新的黄域口 然后呢宣告的时候呢 把这个黄域口宣告进去呢 就跟以前的那个结果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 是吧 这是我们的数据部分 好 然后呢 这上面呢是一些测试模块 用到的模块 然后下面这几个呢就是我们的汇总 做认证组 做设备 同步配置 然后呢 做接口配置 Rocher配置 然后呢 这是它的自动化的这个 Pipe line 就是GitLab 它说Runner 就按照你的这个 给它的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的 帮你来实现 当然了 我分为CI的版本和CD的版本 CI的版本和CD的版本 分别就是说呢 帮你做认证组 帮你添加设备 帮你同步配置 帮你做 配置 然后呢 来比较 基本上就这些任务 好吧 说了这么多呢 我们可以 现在来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效果 我们来测试一下 首先呢 我们先是测试环境 我们先要在测试环境下面来做测试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右下角 这是CI 我们现在CI环境 然后呢 我们 你只需要管这部分就可以了 刚才好像我们改了 我们有新的这个 这儿 我也把这个改一下 往后一口一 这样的话 相当于我们就增加了这个部分 黄尾口 增加了黄尾口的宣告 然后呢 同样这边也是增加了这个黄尾口 然后呢 增加了这个黄尾口的宣告 当然了 你也取消 你注释掉就可以了 你注释掉就可以了 注释掉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按照这个数据结构就OK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觉得没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打一板 这CI的啊 现在没有东西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 只要有任何的修改 然后呢 它就会帮你走那个步骤 啪啪啦 帮你创建认证组 帮你创建这些网络设备 NSO的设备 就是把这些设备都添加进来 好 然后呢 这是相当于给 把设备都给做一个同步 好 这就是实际的给你帮你做配置 其实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啊 这个实际帮你做配置 我这个呢 那在做配置之前呢 先要看一下以前的是什么配置 先看一下以前的接口配置 然后再配 然后再同步 然后再看一下 配置后的这个接口的状态 这个 这个以前 以前是什么情况 以前只有一个G1 两边都只有一个G1 这是管理口 好 然后呢 就开始配置接口 配完之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 就 这就有G1 然后有黄徽口0 有黄徽口1 有G1G2 有黄徽口0 黄徽口1 G1G2 黄徽口0 黄徽口1 你可以看一下现在 同步 对吧 都拍了 对吧 呼标 都学过来了 对吧 好 你看这个配置是没有问题 帮我们配了 好 然后再看一下测试 测试看一下 测试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它的邻居 邻居 OSPF labor 流氓饭是一样的 邻居确实是 邻居 我们只是多了一个皇位口 多了一个宣告 邻居又没有多 所以说邻居这一块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一样的 好 它的问题呢 主要是 IP root OSPF 这一块有问题 它说你看有问题 它没有区别 然后呢 我把区别呢 写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而且这个文件呢 已经被上传了 看一下这个文件 已经被上传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在这下载 你可以看一下 到底是哪有问题 看一下啊 它的问题在于 就是说你看 它说你看这个路由 这个路由是多的 看到没有 它说这个路由是多的 在R1这边 R这边 R这边 它认为这个路由是多的 这就是相对于以前多的路由 然后呢 它也帮你记录了 它们实际显示的快照 那你看一下 实际的输出 邻居 邻居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然后呢 你可以看路由 路由呢 你想实际看一下 咱们路由 路由你看 就是这个 实际的这个情况 OK 然后呢 你如果说不想自己看 那它也给你摘要 说呢 你看这个笔 你看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路由多了 很清楚吧 对吧 立即能够帮你看到 你想实际的情况 也看得到 然后呢 变化的情况 也能看得到 帮你帮你把实际的情况 给你做了快照 帮你记录下来了 对吧 好 那这个时候呢 那相当于就这一把你打了 那么管理员呢 也看了 那么大概有些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 好 如果管理员觉得这没问题 看了一下 这个确实 就是我们想要的 就是我打了效果呢 就如我所预期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把新版的 这个新版的 如果说你觉得 这一版你如你预期的话 你可以把这新版的 这些东西 把老的这一版的 这些替换掉 那如果说你认这一版的话 那你可以把新版的 这个快照 里面这几个文件 这些文件 可以把 可以把新版的文件 把老版给替换了 那么下一版呢 就认为你这一版 快照是正经的 下一版呢 会按照这一版快照 来做比较 那么就不用老版了 就可以用你这一版新的了 但是我不替换了啊 就说每一次 都会帮你做快照 那每一次呢 都会把这个快照呢 给你记录下来 如果说你觉得这一版好 那你就把这一版更新一下 那下一版呢 就按照你这版的 来做比较了 那以你这一版为正版 那么 那么现在呢 是我就不改了 不改这个版了啊 那 而且呢 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版 跟以前这一版的不一样 那看你自己决定 好 如果说管理员觉得 嗯 这个没问题 这就是我这个版的效果 都体验出来了 是没有问题的 那测试呢 就表示你看测试相当于 就是说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这个官方的这个CIR啊 就是说我们把所有东西在一起 都给他做了一个版本控制 然后呢 如果说刚才我们任何 有一点变化 那么我们就一推 然后就有一个自动化的流程 然后呢 就是没有拉测试环境 我们测试环境是有的 然后呢 我们做了一个判断 判断没有问题 我们是你可以认为是 虽然说有些区别 对吧 但是你觉得没问题 就是如我预期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新版的这个快照呢 给给更新一下 我就不更新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都还挺好 那就就没问题 那么上生产吧 对吧 如果说你现在想上生产 很简单 这个时候呢 你发起一个合并 就说呢 你把你的CI的这个这个代码 给他并入到这个CD 这个生产的这个代码上面去 你做一次合并就好了 好 如果说你觉得这一版没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做一次新的合并请求 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CI的这一版 刚才我们的CI202我写的是吧 比如说这一版 然后合并到我们的CD 合并到我们的CD上面去 就说你觉得这版没问题 那就这一版上生产 你见吗 这版上生产 那那里就提交 好 你把这一版呢 给起个名字 就是CI2CD2022 然后呢 你也写一些介绍 你写一些介绍 然后呢 你要求谁去审核一下代码 你要求谁去决定 这个这版行不行 然后呢 你也可以要求谁去审核一下代码 当然我这只有管理员 我就我就让管理员去审核 让管理员去审核代码 让管理员去审批 给了个名字 然后做了一些介绍 然后我就提交了 这次请求 好 提交这次请求之后呢 当然我就是管理员 我就是管理员 没有掐上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是管理员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发现 有人已经把一个新的版 提交给我了 对吧 那我就可以到这来 然后我就看 确实有一版找到我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就看一下 首先我去看一下 有什么改变 我一看 以前 你看 以前是这样的 现在是这样的 你看他们的变化 你看 看到没有 变化 然后呢 我又看 以前是这个 现在是这个 他们的变化在哪 朋友的这些 我每一个变化 我都看得很清楚 看了 好 然后呢 我就看 你看啊 就说 他说这一版 在CI阶段 他的pipeline 我一看 全部都出什么问题 然后呢 我想看看最后一版 到底是不是真的没问题 那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呢 这是另外一个呢 那就看看啊 这个这些 这个邻居是OK的 然后呢 确实录有点变化 他也可以下载 他也可以去看 到底这一版 有没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代码 他也看了 代码 他的修改 他也看了 然后pipeline的执行结果 他也看了 那这个时候呢 整体觉得 他觉得就没有问题 那么首先 他可以两个人啊 注意啊 可以两个人啊 一个是做审核代码的 比如说我审核代码的 我提交了 没问题 我的意见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紧接着呢 好 另外一个人啊 这个最牛逼的是这个人 按这个按钮的人啊 两个人 当然都是我管理员 觉得也没问题 我给你点个赞 然后呢 我就开始给你写点什么东西 好吧 然后我给你提交 说你这个干的好 然后呢 我就提 合并 我就给你合并了 合并了之后呢 立即就会再次触发一个pipeline 你看又触发了一个pipeline 这个pipeline呢 就就准备再上生产 那么呃 他会自动的去拿到生产环境下面的一些账号啊 生产上面的一些一些东西 ok 刚才我们的生产和这个是分开的 然后呢 又会又会开始按照你的套路一板一板的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到那里去打 这个时候呢 开始给你打生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我们的cd 又来了 那对吧 问题啊 好 这个时候呢 也来做比较 你主要是看一下 你做一个看代码 基本上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较有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好 基本上呢 邻居啊 邻居也没有问题 邻居也没问题啊 这是上生产了啊 然后呢 也是这个有有有区别 那跟应该跟那个一模一样 环境一模一样的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下载下来 你也可以打开 你也可以看一下变化 对吧 啊 如果说觉得这个就就是这样的啊 我这版就挺正常的 这确实有些变化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你就把这个快照在随便啊 你就把这个快照 把这些里面的东西配分出来 把这个更新一下 那下一版就按照你的新版来做确认啊 就是我下次比较的时候按照这个版来确认 好吧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效果吧 今天呢 主要还是给他讲一些重要的这些思维方式 好吧 那我觉得今天呢 主要我就东西就讲到这儿 好吧 那么重点呢 当然代码本身呢 我觉得就不要这个没有办法在这儿细讲 好吧 我的正式的派证课呢 也会对这里进行详细的介绍 好吧 这是这一本轮派证课呢 我把它加进来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次课呢 那重点我觉得思维方式很重要啊 我觉得这一次课呢 最重要就是说 你要了解这个 Let DevOps这个概念 它怎么来实现呢 它怎么基本上完全码代码 就是完全不接触任何实际设备啊 完全就码代码 呃 然后呢 你也了解这个NSO 这个Let DevOps过程 然后呢 了解这个NSO的重点 NSO重点就是说 你解决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痛点 就是以前我们的网络设备特别乱 协议特别多 命令特别烦 现在他把那个完全给你 脱钩了 他给你重新整理整理了一个 他的那种样通过样的那种新的数据结构 你只需要了解他的数据结构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他会通过NED 然后呢 去实际的去 然后呢 去给你转换到实际的协议 实际的命令 实际给你配上去 这样实现了一个结偶 有了结偶之后呢 这样的话 才可能让我们像软件一样 一样的快速的去设计改善和重新包装我们的网络服务 这样的话 才可能实现所谓的这个CICD 才可能实现这个东西 才能够实现来的DevOps 其他的一些其实都比较扯淡 那种跟具体的设备 跟具体命令去接触的 那很难实现这个东西 只有把这个把命令和这个代码 这个数据结构给他脱离开来 那么这样的话 你才有机会 实现我类似于这样的 DevOps的效果 好吧 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儿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开始回答问题 好吧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我可以给大家回答一下 好吧 大家可以来说一下问题 好吧 来 谢谢陈老师 那那个我们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呢 我也把这个 因为有一个小伙伴 那个进来的比较晚 我把我们的文档 有料的链接 在聊天窗口 给大家再发一点 以及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 是给大家准备了 DevOps相关的这个奖品 是一本书 名字是DevOps 权威指南 IT效能生机件 然后 大家可以那个 完成一下我们的这个 问卷调查 就完整之前写这个 问卷调查的 用户才有机会获得 因为你如果不留意 这方式的话 我们也找到你 然后看一下 问题 大家把问题 发给那个主讲者 或者是可以发给陈老师 对 因为其实今天是个概念嘛 我觉得大家可以问一问 就是新的那种概念 因为我想刷新一下 大家对这个 Let Devops的理解 因为很多 很多人基本上 我觉得很多人只是 讲一些那些课的时候 只是讲一些 用用去命刷一下呀 用Let Meco呀 或者Parammeco呀 这种刷一下 那种 我觉得较简单的自动化 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这个可以 但是呢 你要说这个叫 Let Devops的话 或者说这个可真的 就谈不上了 那个没有办法实现 我这个效果 好吧 好的 NED是这样的 NED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怎么实现的 这个不是我管的 好吧 你可以去下载 这个 NSO可以给你提供 我记得反正国外 殖民厂商 国内殖民厂商 我不知道有没有 好像有 我记得好像有 好吧 这个是那些开发人员 给你做好的 就NSO这块 帮你做完了的 可以去吧 就怎么区分 这个 就是 他有 比如说有Juniper NED 有什么什么厂商的 NED 好吧 你只需要 你看呀 你只需要在这 当然呢 你在安装 NSO的时候呢 要加载那些 这是它的标准安装包 标准安装包里面呢 只有四颗的 其实呢 它有一个地方 专门能够 去下载 每个厂商的 这些NED 那么你在安装 安装之后 我应该 去年有一期 NSO会讲安装 在这一期 就不讲安装了 安装的时候 要加载它的逆地 加载了之后呢 你看你在这儿 配的时候 你看你在添加设备的时候 哎 我怎么点不动了 我怎么现在点不动 我的设备了 等会儿啊 就是在 在加载我们的这个设备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选择不同能力 你就可以去选择不同能力 哎我天 我的设备又掉线了 没有啊 先不管它 可能今天有点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哎我这个设备 好像掉线了 我先不管它了 就说呢 在加载它的时候 这个 在添加设备的时候 可以选择不同能力 那它就往有方力转换 就这儿 你可以选择不同能力 就可以了 呃 这是这种实现的 这个NFV 有些哥们在问那个 NFV NFV 呃 NFV 这就是 网络公共序序里话 你可以认为就是 呃 你可以认为就是把传统的 呃 这就是虚拟化的路由器吧 虚拟化的路由器 就是把以前的硬件的路由器 呃 然后虚拟化 就是现在以前有 这个 CSR硬件 然后呢 有CSR1000V 有开的历史的8000的硬件 也开的历史的8000的 这个 就是把以前的网络的功能 网络的那些东西 给它做成虚拟化的版本 其实 这就叫NFV 基本上就是这个效果 好吧 然后呢 有NFV之后呢 就能够通过这种自动化的技术 能够有效的 能够给它做 实现的一些自动化呀 然后 自动的这种服务的编排呀 就实现这些效果 云端我不知道什么叫云端设备 如果说AW设备 AW设备 如果说你 如果你说的是云端的 像 像云端的那个 CSR1000V 那就没问题啊 云端的CSR1000V 肯定没问题 云端的这个 Catalyst的8000V 肯定没问题 你只要 它就在SSH 你只要SSH 能够通了 就能加的进去 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肯定也是好的 好吧 当然你说的云端的 不是网络设备 你是AWS一些设备 那AWS自己玩 这个你管不了 这个 这个只有它的NED 能够支持的设备才OK 但它支持NED的设备 确实比较多 你们可以去找找 我记得国内知名厂商都有 好吧 国外知名厂商也都有 它支持的范围比较广大 今天我只对 斯科的进行介绍 好吧 有哥们问 之前学了 Let me call 但是经历面行自动化 除非厂商做好了 ResConf 还有一样模型感觉越来越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它不是 老设备都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NSO的好处 老设备都没有问题 NSO跟网络设备 经营通讯的时候 用的就是SSH 它用的就是SSH 你的这个网络设备 没有必要去支持 Let's Conf ResConf 没有必要好吧 那 那 NSO它支持ResConf 注意 这是两个概念 就是NSO这个玩儿吧 它是 就是它对外 对程序员这一块 它提供的是 对上面程序员这一块 提供ResConf 对下一边 它提供的就是 就是SSH 一般我就用命令行 就用SSH 就没有必要支持什么 ResConf 没有必要 然后它的好处在于 它帮你把这些命令的转换 这些东西都给你 忽略掉了 刚才有哥们问 他怎么转换 我怎么知道怎么转换 他别人开发好了的 好吧 他就能帮你把这个数据结构 自动转换到每个厂商 当然 比如说像某些厂商 那如果他不知 你可以自己开发 他好像 这个官方 还有一个介绍 就是如何开发NED的 就是你是非官方的 那你可以自己开发一个NED 那你自己设计 你来自己做转换也是OK的 当然这个开发的并不归我管 但我主要给你讲 就说 你什么设备 普通设备都OK 你自己开发NED都OK 绝大厂商都应该可以支持 然后你不用关心具体的命令 反正别人厂商给你提供NED 好吧 我相信你今天听我的课 也不存在说 让我给你讲NED 怎么开发 这也不会 好吧 我不是玩开发的 我是玩自动化这一块的 好吧 那NED你反正搞过来 那么他会帮你做转换 你只需要把NSO这块的这个数据结构搞明白 就可以了 大概就这意思 好吧 所以这就这种好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网络付编排的这么一个平台 你只要把它加在这个平台里面 就能够给你统一的提供一个数据结构 你管开发就可以了 下面的那些具体的转换和网络设备接触 就交由NSO 交由它的NED 然后实际的跟网络设备经通讯的就没问题 可不可以理解为ANSIP的升级和厂商支持版本 我不知道ANSIP我们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你看我这个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刚才好像那个断了 就说 我们GitLab 托管代码 那么GitLab呢 可以用ANSIP去联系设备来做配置 没问题 ANSIP也有NSO的模块 我查过 没问题 ANSIP也有NSO的模块 就是ANSIP去跟NSO进行联系 这是没问题的 今天我讲的呢 没有用ANSIP 其实我挺讨厌ANSIP这个东西的 那么我用的自己写的REST COMP的Python脚本 用我的Python脚本去联系NSO去做的配置 当然也可以用ANSIP去联系NSO去做配置 也都没问题 都是好的 好吧 GitLab不能叫做北枪控制器GitLab GitLab就是GitLab GitLab是用来做代码托管的 当然了 现在GitLab更像是一个自动化平台 你可以认为GitLab相当于是一个 更像一个GitHub加Jakins的这么一个东西 做自动化的 帮你做自动化的 OK GitLab的Runner呢 就能帮你做一些自动化 就能帮你去联系ANSIB 让ANSIB去玩 联系我的这个 用我的这些REST COMP代码去认 都一样的 对 可以定制了 NED可以定制了 你查一查 好吧 当然我 我不管开发 我只管用 好吧 可以 我知道是可以的 因为我见到过了一个文档 就能够说 你如果不支持 那你可以自己开发一个NED 其实NED就说 你在NED里面去开发 去定制 就说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些命令 是怎么转换的 对吧 但是我都要用你的NSO的这个结构 这个样的结构 但是你的结构 怎么转换到我们那个命令上面去做 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开发的 好吧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好吧 自己怎么开发 你就别招我了 我并不管那个事儿 好吧 NSO 我最开始了解的是免费的 但是有哥们买过 说是要花钱的 因为我也从来不买这个东西 我 但确实是下载的时候 我也没发现 谁要找我要钱 你可以直接到 你可以直接到 这个Devlet的官方网站 就是你可以到 思科的Devlet的官方网站 去搜NSO 然后呢 你只要有 你很容易注射 他们的Devlet的账号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下载它 对吧 我就随便就下载了 我也没 我也没发现 谁也找我要钱 有什么权限控制 就可以下载了 我也可以用 然后呢 在我这个 在我刚才的项目里面呢 其实有那个最新的那个版本 反正我不觉得要给钱 我最开始了解的 也是不给钱的啊 也有可能 那个哥们买了 NSO的收费版本 因为收费版本 他能够给你把一些 像一些 我记得 他能够增加一些新的 就是你不是NED吗 对吧 他可以给你增加了 一些新的斯科的SD1的那个支持 斯科的什么一些支持 他可能增加了一些新的支持 那可能 是要收费的 我估计是那些插件 那些额外的支持 那些服务要收钱 但是我这个应该是不太需要给钱的吧 反正我从来没觉得他要给钱过 而且最开始也知道 是一个 其实以前是不是斯科的 是一家厂商做的开源的控制器 然后斯科收购的 应该收购了三到四年了 大概是那个情况 好吧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反而我觉得 差不多吧 我这边的录像就今天到这儿啊 我就先停了 你们可以还可以再问好吧